Hello 大家好 今天的视频是一支get ready with me 视频 然后其中用到的彩妆产品呢 有比较大的一部分都是我刚刚在斯福兰入的 所以呢顺便也可以跟大家做一个first impression 或者是一些小小的使用心得吧 你们感兴趣的话就接着看这channel 我们先来擦个护唇膏 这样最后上唇妆的时候就不会太干 这支护唇膏是Caudalie他们家的一支护唇膏 然后也是这次在斯福兰买的 这质地跟味道都还挺喜欢的 闻上去有一种柠檬的感觉 它的质地呢是比Fresh家的那个样子 再稍微薄一点 我不是很喜欢那种特别油质的那种唇膏 我喜欢这样 装的部分呢我就用新买的这支 Too Faced的Born This Way粉底 准备一边用刷子一边用海绵来上妆 先用海绵吧 我买的这个色号是叫做Purl这个色号 它是黄调的 黄调的100 好了我的底妆已经上好了 对比刷子跟海绵的话我自己是觉得用海绵上妆 对于这个妆感会来的更漂亮一些 就直接用点就是点压的方式来上 因为用刷子的话我觉得它不是很容易把它推匀 然后会有那个刷痕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妆感 它不是一个那种可以打造光泽肌的妆感 也不是韩系的那种就是堆堆水水的妆感 它还是比较偏重于雾面的一个妆感 那遮瑕度呢算是中等偏上一点吧 给你们看一下就是鼻翼这边泛红的遮瑕 粉底呢我昨天用的时候我就是觉得它是有点干的 我自己是妆性皮肤 我昨天上网妆就是大概过了十几分钟 我就发现我反映完这个地方 就是有一条 那个纹路嘛就很清晰的就在那 然后还有鼻翼的地方也都有 就是寄出一条线来 那我们先继续画别的地方的妆容 然后让这个粉底稍微set一下 等会儿给你们看看就是这个粉底 到底效果怎么样 眼影底膏呢这个是一个旧的产品呢 是Larac的一支 看字都被磨眉了 那我们来换眉嘛 眉笔呢用的是Alistasia他们家的坎刀眉笔 这一支也是新买的 然后色号呢是Eboni这个色号 就是一边是眉梳 然后另外一边是眉笔这样子的 你们可以看到我的头发跟眉毛都没有染过嘛 然后其实我自己本身的眉毛就还挺重的 只不过它就是没有什么形状 就需要把这个眉尾的地方稍微拉长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我要是用那种浅棕色啊什么的 就会很明显看出来 我眉毛前面是黑色的啊 后面是棕色的 没那么自然 所以我就现在都在用这个 稍微添黑灰色一点的 那么这个就是 这是眉笔的颜色 我自己还挺爱用坎刀眉笔的 因为我觉得它就很容易就可以画出 线是比较直的 比如说你要勾勒眉毛上面跟下面的轮廓的时候 然后你就这样 只要手稍微动一动 那就是一条直线 眼影呢用的是Tuff这一盘 这一盘也就是在斯福兰打折前一两周买的吧 也还是蛮新的 哇 然后它打开之后超香的 就有一种那种香草 巧克力的那种味 香草味特别的香 好想吃一颗 这一盘的颜色就是 全部都特别的实用 基本上你在里面从浅到深 随便挑三四个颜色 就怎么画也不太会出错的 那我就先取这个浅色 来给眼睛打个底 那我会选用这个带闪的颜色 画在眼褶内 就是双眼皮的地方 好血色 好血色 过往上晕晕就好 好 然后下面呢就取这个稍微浅一点的霧面的颜色 把它放在双眼皮褶这个颜色跟打底色当中做一下暈染 做一个就是过度 最后呢占取这个最深的颜色 加重眼尾的过法 这三个颜色 就最深的三个颜色真的还蛮深的 所以下手的时候一定要轻一些 少量的占 要不跟你们聊一聊最近在看的剧吧 最近在看一个美剧就是非常火的那个 西部世界 不过他刚现在也太慢了 一周才一集 等的真的是有一点不耐烦 然后国产剧呢 最近就无聊嘛 在看那个 是叫假如蜗牛有爱情还是如果蜗牛有爱情 是王子文跟王凯一样的 他虽然是一部爱情片 但是还是有很大的比例 都放在了那种 呃 形针啊 破案的剧情上面的 然后拿一只这种头扁扁的刷子 还是沾这个最深的颜色 画一下下眼线的护卫 所以我恐怖片肯定是不看的 然后呢 嗯 喜欢看的就是 喜欢看那种脑洞比较大的 或者是 嗯 就是情节特别吸引人的那种 然后 丧尸片我也不怎么看 他还看那种 就是 非常的 bloody那种感觉 那来换眼线 眼线用的是 Cat1D家的这款 Tattoo Liner 然后呢 这个是我之前在playbox里面拿的一个 就是小 小样子 我会怕那个手 把脸上的妆刮花嘛 然后 都会垫一块这样的海绵 有一样 好像会呲了 上面好像多出了一点 不过没关系 等会儿睫毛夹起来就没那么明显了 自己是比较喜欢画 呃 极细的眼线的 就是越细越好 因为我想 不喜欢自然一些 然后这个眼线也把 其实我以前也买过正妆 但是我没有特别喜欢它 就是因为 嗯 就好比我刚刚画完这只眼睛 然后再画这只眼的时候 它的水就没有 那么多 然后颜色 没有那么黑了就 就是说它很容易干掉 看 看 应该是这样才对 就是那个水不容易出来 这个笔就是你买了之后 嗯 就基本上你就一直要用它 经常用经常用 不然它比较容易干 这眼线呢 我今天就不画了 哎呀 我忘了 忘了用这两个了 我还买了两个 橘色的眼布 就是 Corrector 是用来遮眼下 黑眼圈的 嗯 我现在 用一下吧 感受一下 Dior的这只呢 它中间 可以看到是白色的 然后旁边一圈是橙色的 它就是既有 既有滋润的效果 又可以修饰肤色 然后这只呢 是Armani的 它的头就是特别特别细 然后它是液体的 我分别都稍微少擦了一点 在眼下 然后呢 这个 这个mini的美妆蛋 我觉得它特别好用 用来平时 拍开遮瑕膏啊之类的 都特别好 其实这种带颜色的 修正肤色的Corrector呢 应该在上粉底之前 先擦 但是我忘了 但是我又想看看它的效果 但是现在呢 就很明显能看到 这两块橘的 所以我就再用 这个粉底 一点点 压在这个Corrector上面 该比之前有稍微好一点点 这边是Dior的 这边是Armani的那个 再来来夹一下睫毛 我用的是直寸秀的这一只 我从开始化妆以来 就是这一只睫毛夹 颜毛缸呢 我喜欢用Dior的这一只 就是银色管的这个 因为我特别喜欢它 就是在增加Volume的同时 然后会刷的根根分泌 一点都不会打击 而且它也从来不晕 好 接下来来画腮红 我给你们看我这次买了多少腮红 首先呢买了8块 就是倩碧的小花腮红 这个回头我会再 另外做一只视频来做上脸的试色 Armani的色号502 这个是也是特别有名的一个颜色 真的非常好看 非常自然粉嫩的一个颜色 看 擦在脸上会是一个特别自然 特别就是好像本身有好气色的 这样一个腮红 然后呢我还买了这个 这个是Tarte的腮红盘 里面有十个 两个高光 然后八块腮红 这一面呢是都比较偏浅色的 就是那种比较有元气的粉啊 元气的橙啊 然后这一面呢就是比较偏秋冬的 都是一些深粉色的腮红 这个盘子比较好的地方 就是它中间还给你附了一个 这种透明的硬塑料的薄膜 这样你拿的时候就不会碰到下面的腮红 如果你们想看这只盘子的试色呢 请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不然的话我可能就不做试色了 我们今天呢就来占取这个颜色好了 接下来呢就进行 消融跟鼻影的部分 我用的都是同一块 是这个 Temma Kwon的 然后色号是medium 自己刷羞绒呢 因为我就是比较建议 我两边只塞帮子这儿 肉比较多 我就主要就画在这两个位置 应用呢我就画了一只小甜的栓子 就其实我都不知道你们在镜头面前能不能看见 因为我自己化妆我下手是非常轻的 是打亮 打亮呢我买了一块正装的Larmacy这个打亮高光 就是非常经典的一个色号了 另外呢就是在一个小套组里面 它有一个by cut的这种小小的色号是moonstone这个颜色 先按这半边脸来刷Larmacy的这一块吧 它真的不太明显哎 它挺低调 挺细致的 但是我比较喜欢那种 不是一眼看上去就在那闪闪闪的 大概刷两层呢就是能看到轻微的有一点光感 打一下鼻梁 填了这么大一块我真的不知道 会用到何连何远 左边呢我来试一下这个by cut的moonstone 这也是一个他们在卖的最好的一个颜色 这个moonstone呢应该是比Larmacy更明显更高调一些的高光 可以看到吗 只刷了一点点 就刷一层这个moonstone就相当于刷两层Larmacy了 应该能看到吗 自己的话还是更喜欢右边这个Larmacy 就是它的高光看起来特别的细致 然后这边moonstone呢就近距离看能看见它上面是有非常非常小的那种小亮片的感觉 好最后一共就是唇装啦这个是这次新买的NARS的一个唇笔 然后色号是Dolchivita也是一个特别有名的颜色它是这样一个有一点偏深玫瑰然后有点砖红的颜色 好这就是这一支Lip Pencil的上嘴的颜色 非常适合秋冬的一个颜色而且显得牙比较白 这支Lip Pencil就是我觉得它对于嘴唇本身的状况的要求比较高的 如果你嘴唇上有死皮什么的它只会让你的肝变得更明显 好最后要跟大家update一下这支Too Faced粉底的现在它这个粉底的状况 总体来说我对这个粉底不是很满意 首先它在我的脸上不是很容易能够被推均匀 就是昨天其实我有跟大家讲我有试用过一次了嘛 但是昨天我以为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我之前用了防晒 然后再擦的时候会不均匀导致不均匀 但是今天呢我就是擦完护肤品过来直接上了粉底 我primer什么隔离我都没有擦 但是当我仔细看这个妆容的时候 就是能看出来有一点一块一块的 就有地方可能深一些 然后有地方浅一些 它在我的脸上呈现出的妆容呢 不是一个很精致的妆容 就感觉一个比较糙的这种底妆 第二呢我是能看见就是我这个部分的毛孔里面 就你知道有的时候可能是粉底脱妆之后 然后看见毛孔里面有一点一点生余的粉底液 但是我其实我刚擦上去之后 它就是那种状况了 只不过没有说出那么多油 但是能看见那个粉底液在毛孔里面一点一点的这样的感觉 三呢我做一个中性皮 秋冬的时候是会就是偏干一点 我用的话我还是觉得这个粉底液干 看我就是嘴唇下面这一个部分的皮肤 就我的皮肤呢它那个地方有一点点小吐气 但是它不是说长痘啊什么的 但是这个粉底呢就让这个状况 我觉得有更放大的感觉 就看上去好像你下面的皮肤很不好 然后很干又在上面盖了一层粉底的感觉 然后再给你们看鼻翼 我就是化妆嘛我加起也就一个小时吧我觉得 看一下鼻翼这个地方 就是感觉好像都已经开始有点脱妆了 没有刚上上去的时候 对于那个红色啊遮得那么好了 也就是在这个部位看到吗 就是有那种干的干纹的感觉 建议大家在购买之前呢 还是要去要sample 然后回来试用一下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因为我有另外一个朋友嘛 我们俩都买的同一款同一个色号 然后他用了我问他他就觉得还挺好用的 来今天的get ready with me的视频呢就结束了 然后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再次布兰新入的彩妆的一些心得吧 基本上我觉得我就是买的大部分东西都还是蛮好用的 除了这只to face的粉底 如果你们喜欢今天的视频呢 欢迎给我点赞留言 然后记得去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 没有时间坐下来好好的上底妆 那我就在想对于这种快过期的产品 我们为什么不自己把它做一个气垫粉底呢 如果你觉得对这个视频感兴趣的话 就接着看下去吧 感谢观看